感谢回来我们来关注本地艺人冯伟忠 在新西兰军训中伤重不治 他所属的经纪公司 今天为他举办追思会 估计有上千民众前去送他最后一程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冯伟忠的灵堂设在麦泊生象 第82A座综合体内 国家发展部长黄勋才 和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前来致哀 不少艺人到场后互相拥抱安慰 男人泪水 我对于伟忠的影响非常好 因为那次的调谈 我对于这个孩子是一个很有主见 很好学 对不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遗憾的 他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好演员 我真的把他当成兄弟 因为他的思想很成熟 把他当成孩子 他也乖 但是他非常乖 非常成熟 对他的印象太好了 因为他为什么 我跟他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多话的人 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一些很多的空间 然后就是说不会打扰对方之类的 然后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又会在你的身边 尽管从中午12点起才开放给公众 可是早在上午10点起 排队人流从未停过 下午3点 人流还一度长达200米长 只为向冯伟中至上最后敬意 有公众以一首往事只能回味 来缅怀28岁的冯伟中 粉丝团谈起冯伟中时也悲痛落泪 他真的很好 他对我们粉丝都很贴心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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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会一直开放到明天中午12点 过后国防部将为粉委中举行军事丧领 火化仪式下午5点在万里火化厂举行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到达民营所在所谓下添买副 的工医码 20万奇岁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启点赞 谢谢大家